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现在要跟部长讲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日本经过地震海啸 法国跟中国没有撤侨 但是他们核电厂出事 法国跟中国开始撤侨 那现在我们非常担心 日本的这些灾民 可能连重建家园的机会都不一定有 所以我建议我们台湾呢 我们被核电厂包围 我们在这次日本撤离 栽民20公里内 有600万 核一核二 这个有600万居民 部长 我们是不是应该拟一个 600万居民的撤离的计划 第一 第二呢 我建议部长 你去跟总统讲 赶快兵推 兵推什么 兵推我们台湾不但遇到地震 遇到海啸 而且遇到离核四24公里的海底火火山爆炸 加上核电灾变 加上我们未来的六青 我们的现在六青 未来的国光 填海造陆 土壤异化 连环爆 油潮连环爆 这个兵推 要赶快进行 为什么呢 部长 我给你看一个 这个是中央地质调查所 给我的资料 在核一厂 核二厂中间有个金山断层 这个断层 拉到桃园的大溪 还要过去 大家都知道 断层越长 它一旦错动 那个地震的急速是越大的 然后核四厂呢 到现在台电又正说 这个都是死断层 不是活断层 但是地质学者告诉我 从台北挖雪山隧道 到宜兰去 就经过九十条断层 这里面有多少盲断层 但是呢 我们也不讲断层 我告诉你 原人会已经 当面公开在我的质询下承认 离核四厂的海外 就有我本来说四十公里 后来台电的副总上来说 是二十四公里外 就有一个海底火火山 所以我们台湾是会有近海海啸的可能 当然天佑台湾 我们这几年都没有 但是呢 这里是龟山岛 这里是石原岛 就在石原岛 在1771年曾经有一个记录 是85公尺高的海啸 所以我们的核四厂一直说 它盖在离海平面 12到15公尺高 如果你遇到超过15公尺高的海啸 你就完了 然后我们的核四厂 把我们的主控制室 核四的主控制室 以及冷却系统 盖在地下室 盖在地下室 所以你遇到海啸 你自己行事 第二点呢 好 就算没有海啸 我们只是地震而已 你核四厂 的防震只有七级 我刚刚在楼下 问了原人会主委 我说你七级的地震的设计 你可以防九级地震吗 竟然不敢跟我回答 我说日本福岛 可以防八点五级的地震 它在九级地震中没有垮 但是龟裂 冷却水流失 它就完了啊 你现在只设计七级 你要防九级地震 根本不可能 你可能还没有等海啸 你就先摊它 你的主控制室 你的紧急冷却系统 都摊在地下室 垮在地下室 埋在瓦砾堆里面 你连把海水灌到 如新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核电厂是非常复杂 非常精密的设计 它都要靠电脑 你的主控制室完了 你就完了 所以呢 部长要不要模拟一下 如果我们核四场继续用这种七级的防震的这样子继续下去 然后我们的核一场呢 只有六级 也就是说 连这一次日本大地震的余震都撑不住 那我们要撤退六百万居民 这里面不要说六十万人 六万人好了 疑似遭射辐射污染 你要在哪边设这个辐射的监视 这个侦测 你要动员多少人去监测 你要有多少的这个侦测器 然后有多少的防护衣 请问部长 你们模拟过没有 评估过没有 首先非常感谢委员刚刚的这一些高见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 你模拟过没有 你就直接回答就好了 向委员报告 这个模拟是由原能会负责 所以内政部并没有这个模拟计划 你有没有去跟他要 他们有没有模拟过 今天早上有一些问答 据我们了解 原能会 现在才开始要做这一方面的审议 福岛地震已经经过多久了 他现在 我刚刚在下面拍桌骂了他 就是因为他浑然不觉 他还在说 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人民比较担心的是 日本的辐射城什么时候会飘过来 我们的总统为了日本的核电厂开国安会议 我们自己的核电厂 才是真的需要他开国安会议 向委员报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日本辐射的外泄是立即的 是目前马上就要处理的问题 好部长 你这个核灾抢救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谢谢 你的核灾抢救在你的报告第八页 我念给你听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看过 万一核能电厂发生严重核子事故 厂内紧急应变由台电公司负责 原能会督导 我们的原能会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 到现在 七个八啊 然后无感无感 无感 完全无感 然后场外紧急应变才由核子事故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负责 还是台电公司配合办 你我跟你说喔 部长 就是台电公司坚持要把主控制室跟紧急应变 这个冷却系统放在地下室啦 你还让台电好我现在都不问你什么你只要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立刻回答我 最后留下来死守的那五十个人台电公司名单 这要请台电公司提供台电公司今天有代表在这边 那五十个人告诉我们一下你核一加核二加核三要一百五十个人喔 你不要到时候派的人临死临死临邀 他跟他太太决别他太太说你快死去 莫少年怕小孩你给我回来 你们到时候你要去死守吗 还是陈桂明 还是马英九吴敦义 你告诉我一下 当然我会留在现场啦 不过委员都希望把全世界的灾难放到台湾来 做个检视 等一下等一下 日本日本 他们也以为他们不會遇到啊 他们海底電纜那个监控海啸的海底电纜 都放在这次辅导的西南方 我知道就说 什么叫我希望 不是我不说希望 我说 把所有 全世界发生最大灾难 都放在台湾这个地方来 马总统讲料笛重宽你没有听到吗 我們是要檢視,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要檢視 居然思維你沒聽過嗎? 聽過,那我們會以日本 什麼叫復合型災害?你聽過嗎? 我會以這次日本輔導的經驗 什麼叫多重失效? 我們都聽過,我們也知道這件事 你以為台灣就不會遇到嗎? 你敢保證嗎?你有你的身家性命給我保證,台灣不會遇到? 天危藍色,沒人敢保證 所有支持核氏的人立下切結書,萬一發生事情 他用他的身家性命中宅散來背,要不要? 我覺得核氏的安全要經過事實的檢驗 什麼叫事實的檢驗?我就跟你講 好,你那天在衛環委會報告 說核氏的設計是防漆及地震 好,那馬總統已經問了喔,這不是我問的喔 台灣如果遇到同樣的狀態,撐不撐得住? 我只問你一句話,核氏7級地震,浮島是8.5級地震的防護喔 經過9級地震,我們的核氏撐不撐得過? 根據我們的這次日本的紀錄,他海嘯,他那個地方是9級沒有錯 我跟你講地震,不要海嘯喔 在浮島這邊測到的地震是0.386級 這個地方我們核氏 他就產生冷卻水流失歸裂 對,那不是 4號機組沒有運作喔 他的那些燃料棒是放在反應爐外面喔 冷卻池裡面喔,冷卻池歸裂就失火喔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他設計,他測到0.386級 他整個結構什麼問題? 這次的事件不是地震的問題,是海嘯的問題 你怎麼知道,你有去現場嗎? 東京電力公司的人連日本自衛隊都騙 騙他們進去最危險的地方 現在自衛隊的長官跳出來罵人啊 說完他們自衛隊不是負責這種核災的啊 你以後國防部也不會替你們進去啦,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五十個人名單你給我啊 你知道那麼遠做什麼? 五十個人名單在哪裡?給我啊 合一加合二加合三一百五十個人 名單給我 現在給我 你們不是有萬全的準備嗎? 最後誰要死守?誰要負責那邊把海水灌進去? 我第一次說我們會去做這件因應的 我只問你你因應什麼?我只問你 因應的其中之一 最後是誰死守?那五十個人名單現在就給我 要不就等於告訴全國人你們完全沒有因應 最後沒有人會死守在控制室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廠長、副廠長所有的經理都會留在那裡現場 真的嗎? 我要求他們留在現場 你要求? 是 你事先跟他們講過嗎? 沒有 啊你是在跟我說什麼? 你就現在跟他們講啊 啊我跟你們講 他媽媽說叫他趕快回來死頭路 喔我不會吃這個頭路可以吧 你可以槍斃我嗎? 你可以槍斃你們廠長說你現在離開我槍斃你嗎?你可以嗎? 當然 他太太叫他回家啊 當然不能 當然啊 啊你沒有事先跟他講 日本最後那五十個人死守欸 還差一點撤掉 他們首相跟他說你們如果撤掉 你東京電力公司我保證你破產 啊他們留下來 當然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齁 你們五十個人的名單你現在也給我一個 啊你講講的只有兩個人 你們廠長跟副廠長還有什麼 還有所有的經理 經理? 幾個經理? 一個廠這個十幾位經理 那也不到五十個人啊 三、四個廠啊 欸你們河山在那個恆村欸 河一到河二起碼離二十二公里 你東京要三座人嘛 欸那是三座人嘛 每一個廠有幾個機組 都是兩個機組兩個反應爐啊 是的 我還沒有要求你說每一個反應爐有五十個人喔 一個廠五十個人 你現在都開不出來 我要一百五十個名單你現在給我這十幾個人 所以你也欺騙你們台電的員工嘛 你要跟他們講啊 最好是你們死在那 你們死守在那裡啊 所以 核市場有問題他們要出來講我 台電的員工已經出來跟我講啊 放在地下室啊 你們的主控制室你們的幾級冷卻系統 然後你們的水泥的為主體 灌漿紙灌了一半那個凱達公司廠商 他就設計這麼厚 奇異公司是把七級地震設計在裡面設計那麼厚 你灌這樣子灌一半 所以連七級地震都防不到部長 因為那不是 核市未來的水泥為主體連七級地震都撐不住 不要說九級地震 我們總統問的問題 部長我現在回答你 遇到日本那樣的九級地震 我們核市的水泥為主體就先垮 我們的主控制室緊急冷卻系統 埋在瓦礫堆裡面 我們連用海水灌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那個時候我告訴大家 趕快回去 跟你們心愛的家人跟孩子吻別 我們台灣從此成為車諾比 部長你要不要做一個這樣子的演練跟防護 到時候看誰要向哪一個海條 然後你的濱海公路會塞車塞成什麼樣子 做一個真正的和安的演習 緊急撤離六百萬人 假裝設計就是模擬其中六萬人 一日遭受輻射災害 然後濱海公路大塞車 然後是誰可以住進那個 這個屈指可數的那個 核災的核污染的防護的病房 從總統的家人 五院院長的家人 江部長 他你的家人應該來 可以 不過我們在場的官員 包括我們立委 大概都住不進去 謝謝